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我是尔关毅 首先来看到南投的加油站被土石流淹没瞬间的画面曝光 业者提供第一时间土石流从办公室冲刷出来的画面 桌椅是全被往外冲,前后不到三分钟 站长员工及时逃命,惊险一瞬间 而光清理可能得花上一个月,损失估计500万元 南投南风村加油站,4号当天滚滚泥浆石块 像关不掉的水龙头,从加油站办公室狂冲出来 驾驶沙发已随着泥流冲到外面好几串卫生纸 漂流在滚浊泥水上 员工赶紧上前,一丝一丝摆卫生纸捡起来 能就一样是一样,但土石流来得又猛又快 根本束手无策,没几分钟,整个加油站就被掩埋 泥土石块堆积到加油站天花板 已经看不到加油岛和加油机器 但土石流还不断从后山喷出来 站长员工第一时间逃命,拿手机拍下惊险一刻 加油站第四度遭到掩埋,成了当地知名的土石流加油站 老板顺后回到加油站一走进办公室 泥土堆到快要顶到天花板,通道都被堵住 爬到办公室顶楼看到加油站只剩下屋顶平台 贵重物品都埋在土里面 业者回想起当天情况 员工看到黄泥水扣三分钟左右 土石流就来了,差点连逃命都来不及 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 土石大概准夕 大概三五百万要吧 业者补充这是家族经营的加油站 花了两千万接手 单看这次土石冲刷量快的话三个礼拜 最慢也要一个月才能够完全清除完毕 TVC的陈红一,李陈佑,罗先生 居小组南投报道 这次南投仁爱乡灾情严重 多出的路段地基掏空 还有滩方的土石砸落路面 交通瘫痪 台十四线有多出的路线 只允许单线通行 也实施管制 每两个小时开放十分钟 而在春阳附近也有道路塌陷 出现了大坑洞 深度十公尺 场面触目惊心 卢山温泉的空拍画面 看到塔罗湾西变成浑浊的黑水交汇 周遭大部分是已经歇业 撤离的温泉饭店 不过这一次的灾情当中 还是有人受困 包括云香温泉山庄 水月休闲会馆 三喜泉休闲别墅等三家 总计受惑人数八十多人 救难人员三十多人跟物资 一起搭直升机进入卢山温泉 协助救援工作 还有东远山飞铺露营区 有两位民众受困 由救难人员涉水平安带下山 这是另外一边直升机把 澳湾大受困民众后送下山 他们参加野生动物颜席营 星期五应该下山 但是路断了 因为我们都不敢出去 但是这样我们不要乱走 因为园区可能有一些 边坡可能会塌险 或是走山 学员说园区地势地的地方 比较危险 他们集中起来好互相照应 连外道路不通 粮食没问题 但是断电断讯 园区内四十多人陆续撤出 好像是在隔壁山头区域是比较大 人爱乡还有不少村庄部落 因为道路中断受困 南投县政府集结两千公斤的物资 送进去 山区天气已经放晴 上午还出现了云海和彩虹 直升机从云城中飞过去 居民等到了雨过天晴 直升机来来回回送物资进山 再把山区受困民众撤离 需要送医的民众结下山就医 总共撤离四十九人 国军也加入救灾 派遣四十四人 还有救护车 机动照明车等车辆 协助人员后送 还有物资的运载作业 水灾期间 菅英村林姓民众寻山失联 村民搜寻的几天都没找到 特搜中心派员带了搜救犬加入 上午六点多 在菜园寻货遗体 他被土石淹没不幸罹难 TBS新闻 陈家贵料反一陈其军南投报道 另外看到在嘉义的阿里山 林铁本县要等到下周二 才会恢复行驶 有不少的树木 是倒在铁轨上面 需要全线的检查清除 而记者是亲自到高雄桃源山区直击 午后的一场大雨 是导致了一棵巨大的树木 拦腰折断 倒在马路上面 双向的车道是几乎都被阻挡 山坡上的树木 有的落叶纷飞 有的只剩树干 铁轨上大大小小树木倒成一片 怪手出洞 协助清除 嘉义山区终于没下雨 趁着晴朗天气 加紧清除轨道上的树木 只是阿里山林铁本县 从嘉义到十日路站 范围较大 还要全面巡检 等于民众想从台铁嘉义站 搭到奋起湖 得等到周二才开放了 至于阿里山森林游乐园区 周日8月6号早上就恢复开源 林铁支县的早坪 驻山神木站也没受影响 不少游客们终于等到放行 搭小火车上山踏青 只是山坡土石松栋 大浦台三线就有大量落石 和树木倒塌 均无伤亡的情势发生 以通知甄文公路段 派源至现场抢通中 半边抽到完全被土石覆盖 警方摆上三角锥 调派人力指挥交通 还好没有伤亡 嘉义山区与是缓和了 但高雄还没 在桃园区表山里 8月6号累计雨量超过 230毫米 午后一场大雨 又有树木拦腰折断 倒在马路上 请问一下这什么时候发生的 驾驶摊出头 到底该往前 还是打板后退 似乎进退两难了 整个树就这样横躺在马路中间 把来往车辆隔开 只能从侧边 民宅的小坡道冒险通过 又热心驾驶下车帮忙引导 避免山区与世大发生意外 TVBS新闻记者 欢喜悚鸿 嘉义高雄报道 郝宇重创南投 民进党从中央到立委 是全力拼在地有感 例如行政院长陈建仁 市岛在变中心时 特别点名南投需要空中物资救援 还提醒 以后要备足14天的粮食 就被蓝银酸是借救灾来拉抬选举 夸张的是 有民进党立委 拉着去南投救灾的国军 来拍影片 说是要让原住民安心 就被质疑是在作秀 军车半路 现泥泥洪水 民进党原住民立委 吴立华跟着国军合力推车 吴立华前进南投仁爱乡 沿河录录影片拍照 样样来要展现又在关心 希望能够尽速的帮助仁爱乡 恢复正常的生活 你也讲 继续 谢谢委员 其实我觉得国军做事 是不要挂在嘴上 深夜特别早上前去救灾的国军录营 说是要让人爱笑的原住民安心 吴立华也把影片传至媒体群组 民进党上下动起来 似乎要全力展现 绿营在能安心 高雄市因为有相当多的民众 是因为有提前的策略 陈建仁五日坐镇 中央灾害移变中心 没名说的是赞扬陈其脉抽钱部署 尤其上一句陈奎是这样提醒 在南投县还有几个县市 因为交通受阻的关系 它需要有空中物质的救援 以后碰到相关的事情的话 村落都一定要备阻 14天的粮食 怎么样去做防灾的工作 你都没有办法去抵挡 一天有这么多的豪雨量 下在同一个地方 厉头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燦也连续两天跑南投 那谢谢县长跟南投的两位立委 罗美玲跟这个蔡培会 这个这两天都密集的联络 只是这一次暴雨重创的南投人 爱乡属国民党立委马文军的选区 这万蔡背后站紧紧的是 他2024选举的对手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蔡明轩 蔡明轩也剖照片 许淑华和郑文燦交谈 后方一排都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很多政治人物不要借着这样灾情 这么严重的时候还在拉抬选举 郑书这两天都跑地方看灾 认为再变中心不用特别去 重要地方救援南投 但场边也上演蓝绿救灾政治学 TVB新闻辰有想留听听南投报道 民众党四周年党庆 今年移至台中举行 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抨击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 问题摆出是大家想要的吗 并在喊政党轮替 不过包含蓝绿主席 赖清德跟朱立伦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都送来花篮祝贺 在口号声中进场 民众党四周年党庆 瞬间变成党主席兼 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的造势大会 在政府加工特别预算 常在过 新年来这个特别预算的 总经的已经超过两张 以前比辩马两个政府的两倍 还要多 现在是连速都很困难 结果耐心者都皇家再加 这种领导的资议要的关系 总统蔡英文执政下的台湾 从希望变失望 柯文哲连四问 这是大家想要的吗 在公开诉求 等政敌没缺席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送祝贺花篮写改变成真 不晓得是不是真心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祝圆满顺利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喊话同胞要团结 只是是否难投灾情 民众党不庆生 特别拍卖柯文哲公事包 捐给南投赈灾 还有安全帽 战袍 皮带 共标出22万 全都捐公益 首度开放非党员 3000人参加党庆 前民进党立委郑保卿也现身 再增加线上互动 党庆为柯文哲及立委参选人造势 未来还要创下几个四年 2024成败成为关键 TVBS新闻 台中采报报道 至于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近期是动作频频 是否和柯文哲合作备受关注 而媒体人周玉寇是再度爆料 郭台铭找上了柯妈妈来谈判 关键是条件和数字 那么对此柯妈妈是反击 真的没有 无端被卷进选战纷扰 柯妈妈想都没想到 就是因为媒体人周玉寇说 郭台铭找上柯妈妈谈判 条件数字是关键 也难怪关于柯文哲 接受郭董并购的预言 竞选总干事 黄珊珊完全状况外 因为有蓝仪人士 私下告诉他 这件事民众党内没人智慧 唯一最后拍板定案的是柯妈妈 不管是谁 只要捏造不实的事项 我们就是依法办理 被点名和郭台民主 郭黄沛代表民众党参选 柯文哲责任党主席兼格魁 黄珊珊也极力撇清 但攻击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前一天民众党北区姐妹 台湾选择只有会成立 找来女性穿空服 圆短裙热舞 绿营议员就批评 这是物化女性 柯文哲想洗掉丑女标签 真的要确定 而就在柯文哲生日这天 激进党也送上大礼 大马路上挂海报 又把柯文哲和中国大陆提议起 被绿营或侧意狂围剿 学者分析背后目的 要能够把柯 打得一定程度的支持度滑落 柯只要支持度滑落的话 猴的支持度就有可能往上升 所以在柯猴平衡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非绿的一个选民要操作气保 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可能想左右非绿选民投票意向 另一方面也顺势拉高 赖清德声量 清律的一种媒体人的一个助攻 或者是侧意的一个助攻 变成赖清德拉高声量的一个操作 的一个可能 至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前往云林与基层座谈 但是先前曾经亲自接见郭台铭的 前云林县长张荣卫 却称另有行程 不便与侯友宜碰面 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就喊话 党内应该要团结一致 云林县长之旅 先学习抓鰻鱼 再听听业者声音 侯友宜仔细笔记 我以前都捏螺蛮的 捏大只捏螺蛮的 来这捏螺蛮的捏不住 说起来这捏螺蛮的比较少 自嘲抓不住鰻鱼 但即来到云林 准备抓了空打 渐渐邻居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其实我跟韩国瑜 常常有机会互动 那这次来云林 我要谢谢张立善县长一路相撇 韩国瑜就不多提 先对县长表达谢意 毕竟一早张立善还邀请他进官邸 市长今天准备跟县长聊些什么吗 没有 请我吃早餐 直接的后移张立善共进早餐之际 拥有雄厚继承实力 且老早表态挺郭台铭到底的 前县长张荣卫驱车离开云林 其实今天我的行程 我见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的议员都满满的给有支持 那最重要是不是还是要跟张立善 前线哪一个碰面 每一个意见领袖 我们都常常 不管用任何形式 我们都会做好 严谨后遗似乎非常软定 张家分子质疑 张立善谈话 只是同属 一个派系 整须跑到这里 说给自家人听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没让党内的立委吴欣盈 去选松信立委 传出地方对这项决议是有意见 因为担心国民党议员许巧新 如果当选 会为政治利益回头打柯文哲 基层认为应该不要 直接拱手让给许巧新 跟着自家党回柯文哲大进场 民众党立委吴欣盈 有意挑战台北南松山信义立委 却被劝退 以避免瓜分国民党许巧新选票 传出民众党基层有意见 强调媒派吴欣盈是理性讨论的结果 但民众党基层担心 徐巧新若当选是否会为政治利益 回头打柯文哲跟民众党 加上吴欣盈的形象跟学经历 符合松信 这可以吸收不满徐巧新的蓝营选票 也有机会抢部分绿营支持 因此不该直接拱手让给徐巧新 徐巧新暂时无回应 但同样都是友好的蓝营选将 在金门待遇大不同 民众党确定提名金门县副议长夫人尚文凯 对战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蓝营直批玩弄 对陈玉珍情何以堪 强调尊重地方意见 柯文哲金门推选将 蓝营骂真心换绝情 松信没判战将 基层也有疑虑 例外不是人 TVBS新闻刘宇俊丽批台北报导 涉宅一提方面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批对手赖清德 中央设宅跳票 哄他担任台南市长时 又盖了几户呢 赖清德则是再度重申立场 强调他若当选 会延续总统任务政策 能够兑现100万户设宅的目标 看出赖清德的预言又止 因为他的对手侯友宜又再批设宅政策 看看数据台南市社会住宅 目前规划8138户 但预计明年10月才完工 主要是黄伟哲任内规划 不过涉宅议题也确实是 近年才讨论度比较高 100年通过的住宅法 双北五处先兴办 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 已经是民国99年到 民国106年 台上不请自Q显然赖清德有在意 但被狂轰的还有蔡政府前瞻预算 或许是要拉回主要战场 赖清德再挑两岸一提 打审战不能只有防守 也有进攻 刚看到在野党是猛攻 总统蔡英文的前瞻建设 总统强调没有债留子孙 还反抢前总统马英九 执政8年留下破罩的债务 而马半也是反击 蔡政府是利用特别预算来规避 把钱藏了起来 还指台湾人没这么好骗 掀起了双英论战 这让马半气得跳脚 直言不是蔡政府欠债少 而是利用特别预算 因为不列入在总预算中 被蔡政府藏了起来 看看蔡政府任内特别预算 从前瞻基础建设 一共四期 到新式战机采购 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 防疫和纾困振兴 一共两兆955亿 比起马政府时期的 7909亿要多不少 特别预算如果常态化 绝对是酝酿到财政的纪律 所以立法院要负责任 这是立法院在野党应该要监督的责任 前副元首吕秀莲也坦言 特别预算要谨慎使用 只是蔡政府也颁出数据 曾立任的总统举债总预算 陈水扁一兆4923亿 马英九一兆7000多亿 蔡英文4350亿 立任最低 海批马英九是被国际知名刊物 经济学人标签为犯错笨拙无能的人 下一任总统不管是谁 他现在已经帮他规划要花掉了 总统府不讳言讲了一个部分 却没有讲另外一个部分 特别预算的举债跟总预算的举债 都一样要列入 债线管控 这是公共债务法规定的 麻办的指控根本逻辑不通 也缺乏法律素养 特别预算编列交锋 让这回选战没要参赛的 前后任国家元首隔空开港 PVBS5可以做的台报道 大陆山东省的德州市 发生了规模5.5的浅层地震 目前已知造成了超过120间的房屋倒塌 21人受伤 由于事发瞬间震感明显 大批的民众衣服都来不及穿 就夺门而出 监制器画面中一阵天摇地动 商店货架上的物品纷纷从高处坠落 里面几个人吓得夺门而出 还有的人更狼狈 睡到一半遇到地震 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跑出来 这对男女则是共享了一条被单 另一边这间养老院则是召回所有员工 甚至他们的家属 把院内的长者全都推到户外避难 这场地震发生在6号凌晨2点33分 规模5.5是当地近10年来最强的一次 由于震阳所在的山东德州 多半都是专造平房 地震过后 马路上到处都是散落的砖瓦 超过120间房屋倒塌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主阵过后 又超过64余阵 索性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 在6号天亮之后 当地连外交通已经陆续恢复 电视讯环朱光宏庄志伟综合报道 同样是灾难现场 中国大陆的暴雨区从华北转移到东北 这两天黑龙江开始出现了灾情 有桥梁被洪水冲垮断成了三节 而另外雨势趋缓的河北桌州 依旧是大水未退 出版商的书库被淹没 绝版书全部泡水 演变成文化浩劫 大陆黑龙江又有桥梁坍塌 位于武长镇的西大河桥 周五清晨被大水冲垮 当局升车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前一天另一起桥塌事件 才差点害死人 白色轿车直接冲进崩塌的坑洞 由于官方没有提前示警 还得靠路过的车辆合力救援 放下绳索拉起驾驶 8月2号起大陆暴雨中心 开始转向东北的吉林和 黑龙江一带 几天前才在北京和河北上演的 淹水惨况在黑龙江复制贴上 端端两天当地有高达25个气象站 测出破200毫米的暴雨 8月4号现在的上至 居民一觉醒来 发现住家四周已被大水围困 这边有四五个车 现在只能看见一个小黑点 一个小白点 大马路因此又成了水路 路旁好几台车全被灭顶 损失难以估计 不只人类黑龙江还出现 牛之遭洪水冲到无路可逃 原来是上游的龙凤山水库 突然泄洪 让下游稻田区瞬间被淹 黑龙江多地大淹水 直到周五凌晨 送花江支流的蚂蚁河周边 才有大批武警现身 开始堆起两万八千多个沙包 房载准备似乎慢半拍 哈尔滨一间物流公司 甚至得牺牲自己的 两辆大货车 只为了避免地基被逃空 黑龙江面临新一波雨灾 而华北地区雨势趋缓 但后续的救灾噩梦 才刚开始 百年大雨饮酿成文化灾难 位于河北桌州的出版页书库 上千万图书全部被淹 当中不少珍贵的绝版书 通通通成了泡水书 我们自己库房 我们自己准备的沙袋全都冲跑了 水就瞬间都进来了 全部被淹 不是一本都不上 影片证明这样的洪灾 堆沙包根本没用 而泡水过的书籍也无法销售 只能当垃圾 如同书库 业者索盐 河北桌州至今 还有很多地方大水没有退去 我们现在是在桌州的北二环 这里的距离桌州一中不远 那么在我们的前方呢 就是这次受灾比较严重的 水岸花城小区 救难员只能继续开着橡皮艇穿梭 只是有些路段 连橡皮艇都很难通过 另一个淹水的位置 因为到处飘着被毁的厂房残骸垃圾 救难员偶尔还得下水清理 才能继续往前 怎么样 什么情况 水深两米 刚刚一米八样的 河北救灾人力远不及 受灾人数 有桌州的灾民一次太担心 家人安危 一时情绪失控 把救难员当出气包 这就是桌州人的工产 你还骂人家 打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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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桌州人的工产之了吗 救桌州人为了 你这准备是桌州人的耻辱 与此同时受卡努颱风影响 好痛 好痛 就将台州沿岸掀起10公尺大浪 幸好卡努颱风目前转向 否则又要接力在大陆其他省份 带来恐怖灾情 电新闻综合报道 气象局在今年六月底就曾预估 下半年青台的台风数 约有四到五个 而今年又有声音现象 可能会加剧台风的强度 因为台风生成的位置 会比较偏在海上 造成台风接近台湾的时间点较长 因此就容易长得又强又壮 强烈的降雨道路成了湍急溪流 阿里山也因为台风带来的风强宇宙 造成土石坍塌 虽然台湾近四年几乎没有台风登陆 但台风季来临 我们也不得不提高警觉 尤其下半年发展声音现象 海温温度高 这也影响台风和大气温度 今年目前看起来预估是一个中度 到强度的这个声音现象 应该有机会在未来三个月出现 也就是说台风生成的位置 会比较偏在海上 离台湾比较远 所以台风在海上的这个生命期 就会比较长 那它的强度 还有它的生命期 就相对会比较明显 气象局指出 今年到六月底为止 北太平洋西部只生成三个台风 较气候平均值4.3个还要少 因此预估下半年将可能有 四到五个台风青台 如果扣除杜苏瑞和卡努台风 也代表还有两到三个台风 台湾整合防灾工程技术 顾问公司总监贾欣欣也提到 八月九号到十号 西太平洋还有另一个台风生成的几率 如果生成可能会往日本东方外海前进 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当然不是只有台风的强度 台风靠近我们的时候 它的移动速度可能是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大概中度或强烈台风 这样的一个台风 当它如果有机会靠近台湾的时候 它会跟我们的中央山脉地形 比较容易产生一些交互作用的影响 台风很有可能速度接近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在我们台湾的东海岸 这一带打转 例如1996年的贺博台风 2001年的纳利台风 以及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 都因为滞留时间长 造成剧烈灾害 而在圣英年台风又比较容易 长得又强又壮 近十年来热带气旋的强度增加 三到五级的飓风 每十年来也成长了5% IPCC警告 因为全球暖化造成海水温度上升 因此破坏性的热带气旋 他们获得了海水温度上面的热能 因此速度也更强 就可能会造成破坏性的灾害 由近200位科学家组成的 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IPCC提到 因为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造成海洋温度升高 都助长了台风的能量 所以我们现在的台风会出现两种现象 一个我们暖化的结果 我们海水的温度会增加 会增加台风的威力 所以台风在暖的海面上 它吸收海洋的暖气 而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弧旋 另外就是一个 它的雨水比过去雨水要来得多 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报告 更指出 如今美国据破坏力的飓风数目 已经是100年前的三倍 海温的升高也可能对台湾带来冲击 台湾周遭海水的上升速度 是全球平均的两倍 那当台风来袭的时候 会卷起更多的海水 带往内陆人口密集的地区 所以当我们的城市的防洪排水 还有制洪系统不够的时候 就会造成淹水的情况 IPCC在2016年也发表一项研究 从1970年以来 袭击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强度 增强了12%到15% 气候变迁都正改变台风的形式 研究显示气候变迁之下 台风的生成位置会往更高维度的地方来形成 所以未来台湾其实会受到台风 侵袭的次数是可能会下降 但是台风的威力 却是持续的在上升的 研究显示从1970年代以来 在东亚地区强台跟超级强台的数量 就增加了4倍 而就目前各国的研究来看 台风增强都代表着 对我们的威胁加剧 TVV的新闻和将来 谢谢大家此次会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VS新闻网APP